这次能被活认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 一方面就感觉到是极大的一个我的光荣 另一方面当然也感觉到 这个是一个任重到远的一个任命 驰骋商界多年 并常年兼任多项社会公职 日前首次履新的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何超雄 在香港接受中心设计的转访 谈及未来的履职之路 他坦言深感任重到远 基于多年在越港澳三地打拼的经历 今年全国两会何超雄的提案 也将围绕越港澳大湾区展开 所以我认为在大湾区 我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些留解 而且也是能够配合国家 给予的很多的一些政策方面去讨论 往后大湾区发展 其实怎么可以把香港澳门两个特区 都把我们的优势能够带出来 然后怎么可以建造最佳的一个互联互通的一种效益 在何超雄看来 在越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大背景下 港澳两个特区也将迎来全新的功能定位和角色 近年在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余 何超雄还致力推动港澳文旅事业发展 打造世界旅游经济论坛 促进全球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他认为当下的澳门正努力摆脱对单一博彩行业的依赖 着力推动金融 旅游 文化等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将来要发展成为世界旅游修宣中心 我们已经做了庄严的承诺 我们不会以赖一个单一的博彩产业 将来我希望更多于 可能对我的印象是超雄 是打造一个新形态的旅游目的地 成为一个澳门文化艺术 以及文女方面的一个参与者 一个创造者 可能是从这方面我要更加努力争取 香港也在走一个全新的定位 虽然我们离不开 而且这个也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 一个竞争能力的所在的围绕金融 我们的韩运 我们的贸易 但是香港也走到一个新的节点 在大湾区它要扮演的是另外一种的功能 以及这个角色 推动港澳特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协同发展 并非空谈口号 人员的往来互访是相互了解的前提 作为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金会的主席 过去十年间 何超雄推动了多项活动 鼓励香港市民走进内地城市 与内地企业与创业者交流 增进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香港服务协也是在过去十年 已经打造了一个计划 名为半边天 因为我们是女性为主 我们提供一个平台 带他们去大湾区 每一次我们弄可能是一到两周 大家聚在一起共同 走到深圳 我们就为他们安排去看 不同的大的企业 尤其是在高科技 经由我们的安排 他们可以见到很多 我们国家的科研的这种成就 可以跟我们 在内地的很多学生碰上 也可以跟一些创业者 他们亲自地去交流讨论 我们上一次举办的时候 有两百个我们这些年轻妇女 去了以后是改变他们的思维 为他们打下了一个不一样的 坚定要留港 坚定又在大湾区寻找他们的 自己的梦 自己的人生事业 为他们已经前化了 他的归属感 他的对国家的认同感 上海浮沉半生 而后投身公职服务社会 如今获任全国政协委员屡职尽责 何超琼见证了香港回归以来的积极变化 这也让他对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 充满信心 香港的故事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国际城市 其实香港的人是非常有我们本身的人情味 其实我们是团结的一个社会 我做了这么多年在很多的团体组织里面工作 我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大的一种心愿去为社会服务呢 就是因为我感受到这种人情味 香港人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而且我们也是非常珍惜我们这些来得不易国家给予的各种的机会 回归之后我们背靠祖国 祖国是我们最大最坚强的后盾 我们认为我们非常有信心